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期间机场只能够用单跑道运作近半航班延误 有航班甚至由早早中午延迟到夜晚都未出发 涉事的亚特拉斯航空5Y4304是波音747国机 紧急截反香港降落之后爆胎 停在北跑道最西面 机场静低南跑道可以升降 整个早上不少飞机排队等起飞 一班飞机刚刚降落 紧接另一班转入南跑道准备起飞 货机要在跑道尾就地卸货 减轻机身的重量 然后才可以更换轮胎 阻碍北跑道8个小时 去到下午3点半由拖拉车拖走 滑行回去中场停机坪 北跑道在下午3点9重开 机场恢复双跑道运作 机管局事后发稿交代 说货机在凌晨的4点10分 由南跑道起飞之后 局方收到报告说 在南跑道上蒸西岛而似轮胎的碎片 南跑道要紧急清理 关闭到上午大约6点半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资料 货机飞了大约一个半钟 去到台北附近截反 上午7点12分用北跑道降落 期间爆胎 机上5个机组人员没有受伤 前后足足用了超过8个小时去清理 机管局解释说 由于货机的逆日系统故障 在跑道上紧急处理的时间 比起预期长 由于只有一条跑道 航班升降大受影响 早上7点至下午3点 有近6成 即超过180班机营物 有旅客就批评 机管局和航空公司的资讯 发放不够 大概两三点才讲吧 才讲所取消的这些 我们的航班这样子 对 有点太晚了 如果有任何的突发状况意外的时候 应该会有一些资讯 会及时的通知 剩下一条跑道运载期间 那间航空公司登记柜台 都是如常运作 未见有人龙和混乱 入夜之后 航班延运持续 有原定早早和中午起飞的 等了大半日都未可以出发 第一档的飞机也有不少 迟了四五个钟 有三个钟头就在机场等 通知就是说是不能预测的 营物问题 跟着就在飞机上 就叫我们耐心等候一个钟 延误了四个小时 很辛苦 身体会比较疲惫 然后心里会比较紧张 但也还好 正常能够接受 机管局说仍然需要时间处理 较早前受影响的航班 旅客在出发之前 应该查询最新的航班资料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宣给他 机管局说 由昨天早早7点到午夜 一共有932班航班 当中大约450班机延误 估计凌晨时分 可以疏到延误的离港和抵港航班 因应事件 机场旅客接运系统 客户服务柜台 也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3点 港铁机场快线 午夜之后增加班次 机场站延至凌晨1点半 开出尾班车 香港站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维持正常 乘巴、农运巴士等也会加强服务 除了香港出发的航班受阻 不少抵港飞机也滞留在出发地几个钟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机管局处理和通报速度不足 有由上海回香港的航班 原定下午大约1点半起飞 但是乘客登机之后 才获机长告知未可以出发 在机舱里面等了超过三个小时 都未知何时起飞 设置的货机起飞的时候留下轮胎碎片 未知当时是否已经爆胎 有工程师说飞机在降落的时候 其他轮胎会有较大的爆胎风险 最早在凌晨4点南跑道已经瘦了 之后北跑道停用 期间传媒一直查询 机管局都没有回复 到下午近4点才一并解释南北跑道的事故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机管局通报应该更加迅速 由于这架机留下了碎片 但是又会折返 有可能对跑道造成一定的伤害 或者甚至有一些重大事故发生 这类的通报是必须要的 今次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因为它由上午一早 搞到下午才可以恢复机场的运作 虽然我们有一条跑道顶着 但是始终香港的航班都相当繁忙 所以要用了那么多时间去处理 的确对我们香港的机场运作 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在社交网站表示关注事件 认为三跑系统全面运作之后 可以提升机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祥报道 警方拉了两个加拿大籍人士 怀疑涉及至少三宗机场行李盗舌案 两人将行李箱内的名牌衣物 和珠宝首饰等转售 财物总值大约110万 被捕的一男一女 23岁加拿大籍 警方在他们在港逗留的处所 检获行李箱 衣物首饰和转售单据等 警方在早前接获两个人报案 说6月4日外游抵港之后 未能在行李输送带拿回记仓行李 说行李箱里面有名牌衣物 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 警方翻查闭路电视 发现涉案的两名爱职人士 抵港之后在行李应领大堂榴莲 随机拿走其他旅客的行李 警方上个星期六将两人拘捕 并且发现他们涉嫌和2月另一宗 机场行李失事案有关 三宗案件损失财物总值大约110万 两名疑犯在本年2月至6月期间 有多次的入境记录 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相关的记录 以确认疑犯是否涉及更多同类型的案件 相信有人因贪心 随机向其他乘客的行李箱下手 警方相信两个人将盗舍物品转售 将会联络相关物流公司 追查其他生物下落 警方亦都借主机会建议乘客 避免携带一些贵重物品 又或者将贵重物品寄仓 以及在据捕之后 亦都应该尽快拿回自己的行李 避免责人可以有机可乘 警方指盗舍系严重罪行 已经定罪最高可判监禁十年 无线电视记者何思义报道 商务部宣布对欧盟进口猪肉 和猪股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欧盟说不担心中方展开调查 西班牙就呼吁和中方展开初商 商务部星期一公布 决定即日起 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 和猪股产品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怀基于今个月6日 收到中国畜牧业协会代表提交的申请 经过初步审查 因为符合立案条件 决定发起调查 说会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 并且根据调查结果 客观公正作出裁决 根据公布 傾销调查期为2023年全年 产业损害调查期就横跨2020至2023年 调查通常应该在明年6月17日之前结束 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延长6个月 欧盟发言人就回应说 不担心中方展开调查 会确保调查遵守相关世贸规定 中国去年进口60亿美元 包括内藏在略的猪肉产品 当中超过一半是来自欧盟 西班牙占大约15亿美元 是欧盟中最大对华猪肉出口国 第二三是荷兰和丹麦 分别有6亿2千万美元 和5亿5千万美元 西班牙呼吁欧盟要和中方初商 避免中方对进口欧盟猪肉加征反倾消税 有丹麦业界估计一旦中国私家进口限制 他们会受到沉重打击 欧盟日前公布计划将中国电动车进口税率 有百分之十调高至最高百分之三十八点一 如果和中国当局讨论反保贴调查结果之后 仍然无法解决 伸税率将会下个月四日生效 中方批评有关做法违反世贸规则 顿促欧盟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中国海警说菲律宾船隻在人外焦 危险接近中方船隻导致碰撞 中方依法采取强制拘离等措施 处置合理合法 非方就说中方的讲法误导 中方说星期一早上5点59分 菲律宾一艘运船和两艘快艇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隐碍招邻近海域 期间非方船隻 无视中方多次验证警告 违反国际海上被碰规则 以不专业的方式 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的船隻 导致发生策状 责任完全在飞方 菲律宾军方就说中方的讲法不实和误导 中国海警说菲律宾违背承诺 非法闯入企图运送物资 被非法坐摊的军艦 中国海警对飞方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 灯淋检查 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 中国海警新规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实施 可以无需审判 拘留入侵中方海域的外国人 最多60天 同日菲律宾政府表示 已经向联合国机构提交南海 扩展大陆假权利主张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 中非新一轮在南海的冲突 说非法船艇当时是企图向仁爱 招非法坐摊的军艦 运送包括建筑材料在内的物资 中国海警现场的操作 专业派制合理合法 并指非法的大陆假话戒案 侵犯中方主权 中非在南海存在领土问题 和海洋化解争议 菲律宾单方面提交 涉南海外大陆假化解案 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有关规定 据捕非法在文件中 要求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伸延至350海里 林健说非法提交的滑界案 若果涉及真意 有关方面不应该审议和认定 重新中方坚持透过谈判协商 妥善处理涉海的矛盾分歧 对任何海上侵犬挑衅的行径 予以坚决应对 又说中国海景新规 只在更好维护海上秩序 无线电视记者 杨洁宜报道 这次先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走势反复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和标准普尔500指数 早段先跌后回升 杜瓊现在升28点 报38,618点 标普500指数升14点 报5,445点 纳斯达指数上星期五再创新高之后 今个星期一轻微高开 在17,700点水平上落 市场缺乏明显方向 投资者观望联署局官员 发表对利率走向的讲话 欧洲股市方面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4点 法国Kat指数升68点 德国Desk指数是升66点 据英国一个地产网站统帝 当地6月住宅物业新卖家的平均放盘价 按年升幅维持0.6% 和5月份相同 按月比较就没有升跌 是今年以来低位 5月份按月升幅0.8% 大家乐集团说 多了港人不想消费 加上入境旅客增长缓慢 经营环境有压力 暂时都未有计划加价 大家乐公布全年度业绩 截至今年3月底 只赚3亿3千万 按年升近两倍 如果撇除对上年度 政府疫情资助 升幅达到3倍8 派末期息每股42线 不过如果单计下半年度 顺利有1亿3千万 比上半年度赚2亿小三成半 集团说本港经济复苏 和入境旅客人数升幅 都较预期慢 加上市民北上消费等因素 目前经营环境仍然受压 4到6月开始 我们看到尤其4月 就是一个复活节的长假 对比去年在第一季 我们的销售都会有压力 大家都看到 虽然业绩做得很好 但是在去年下半年 我们都已经看到 我们的生意上会有 因为旅客 或者北上消费 或者经济下行 还有就算消费也好 那个消费没那么豪爽 期内主要经营开支都上升 当中占比最重的人工开支 增加近百分之八 租金升半成 原材料和包装增加百分之三 但鉴于现时经济环境 暂时未有计划加价 在今年因为经济的情况 没有什么事那么乐观 就算消费下沉 我们都作为一个 其中香港最大的饮食集团 所有和所有的居民一起 息息相关 我们在这个部分会比较克制 暂时都没有这个打算 另外自4月22号起 实施第一阶段食肆走数之后 有大约8至9成的外卖顾客 都要求不要包装餐具 无线电视记者 陆平报道 政府公布轻能发展策略 明年上半年会向立法会提出修例 规管生产、储存、运送、供应和使用轻等 期望加速低碳转益 为配合轻能发展 食环署年来开始试验三架阻泰轻能洗街车18个月 是政府前年成立的轻能跨部门工作组 定出的14个试验项目之一 3、2、1 政府新公布的香港轻能发展策略 首要是完善法规 修定气体安全条例下气体的定义 目前条例并不涵盖用作燃料的氢气 日后将定立专门规管轻能使用的附属法例 预计明年上半年提交立法会 计划2027年或之前 在港九新界设家轻基础设施 是稳慎有序地营造有利本地氢能发展的环境 让香港可以把握氢能 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的国家 近年不断发展所带来的环境 和经济上的机遇 策略提出为业界制定安全标准 包括轻能车量及维修工厂工作守则 加轻站工作守则等等 确保轻能产业符合安全 日后或向内地和海外 引入更多适合本地测试的轻能车 并研究在不同地区加设加轻站 包括在加油站和石油器加气站 加入相关设施 与培训机构合作 确保监管制度建立的时候 可以为从业员提供专业培训 氢气本身依然 当局说机电工程处早前的测试 确定轻能车在安全设计下可以行隧道 对比氢气和另一种车用燃料石油器 石油器较重 移积序 轻较安全 当局又说 会先使用以化石燃料生产的灰氢 等到技术成熟 成本效益更高的时候 才采用环保生产的陆轻 无线电视记者南浩杰报导 距离巴黎奥运开幕还有个多月 当局在赛纳河为开幕仪式进行彩排 奥运部分赛事会在赛纳河举行 但当局说水质还未达标 在巴黎著名的赛纳河上面 大约有50艘船和工作人员 在星期一早上为即将来临的 大约6公里 主办方预计到时会有至少60万观众 在场欣赏船队巡游 这次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夏季 奥运会在户外开幕 而为了令部分游泳比赛可以在赛纳河顺利举行 当局已经投资了15亿欧元清理河道 改善水质 不过根据当局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检测结果 6月头8日的水质仍然未达标 当中的大长港菌含量超出安全标准 外界推测是由于巴黎持续下暴雨 雨水流入污水渠 当局为了防止街道水浸 而将水疏导致赛纳河 令病菌数量增加 针对水质问题 国际奥委会执行主任导比表示 有信心赛线能够顺利举行 第一项在赛纳河举行的比赛 将会在7月30日举行 是男子三项铁人赛的游泳项目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同报道 各位好 我是李沙浩 一个中国男人到南韩濟州 接受植牙手术之后 严重出血死亡 本港牙医说香港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 但提醒市民不要轻视接受相关手术 南韩传媒报道 2月底一个61岁中国男人 倒置周一间牙科诊所 接受植牙手术 当晚在家里感到剧痛 昏迷宋远救治最终死亡 验尸报告说 植入牙银的人工牙根 令到市主下额骨粉碎骨折 持续出血而死 警方以涉嫌业务过失致死调查 涉事的诊所就说 市主完成手术之后没有异常 直接回家 如果有责任将会承担 植牙近年相当普遍 有本港牙医说 南韩的事故非常罕见 相信是多种因素导致 而香港未发生过 根据他的妻子透露 他就有血压高的情况 血压高做手术的话 我们一向都要很小心 血压可能去到180 甚至过200的话 可能轻微的 譬如血管的撕裂 或者其他问题 都可能会导致大量出血 骨的质地来说 密度不是那么高的 可能如果有一些 譬如骨质疏松的情况 也会有机会 导致手术后出现问题 他说在本地吃牙 要由注册牙医负责 手术之前 需要先做X光素描 了解牙骨情况 医生也都要了解病人的病历 例如曾经接受 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 最好相隔至少五个月 才去吃牙 对于不少市民 不想看牙 他认为接受这类服务 不可以是即庆的决定 医生来说 除了要跟你做记录之外 要跟你做检查 他要解释清楚给你知 究竟手术的风险在哪里 这个手术是否有必须进合的 他要给一个时间 让他想清楚 就是我们所谓的冷静期 市委会今年头五个月 接获51宗牙医服务投诉 比去年同期少1成5 有市民想枯牙 但就被安排到深圳接受服务 政府牙科不够 也只是提供紧急服务 其他牙科只能光顾私营诊所 有投诉人到一间牙科中心 枯牙 用了2万3千元去买疗程 但中心说本地诊所 没有空档为他磨牙 建议他到深圳诊所处理 投诉人要求退款 但在中心职员游税下接受安排 投诉人在疗程期间 发现牙套不能够紧贴牙齿 要求退款但被拒绝 于此到销委会投诉 会方介入之后达成和解 牙科中心同意退款 大约8千元和终止疗程 另一种投诉 投诉人用了3万8千元 去种牙和到牙根 大约两年之后 牙痛和发炎 回诊所复诊 再接受治疗多达32次 仍然未能够根治 投诉人到另一间诊所检查 牙医说是牙妆打歪了 未能正确固定在牙骨 最终投诉到牙医管理委员会 经销委会介入之后 获退款1万5千元 对于多了市民不想就医 小委会提醒选牙医服务的时候 相比起价格 应该多考虑商与和疗程方案 如果你是做一些比较重要的 一些疗程的话 那真的都要问多几个 不同的牙医咨询 你比较一下不同的诊治方案 那时候 当然最基本的就是 两边都是的 那你一定要去看回 究竟他们有没有相关的牌照 他提醒如果在本地遇到争议 可以向牙医管理委员会投诉 而内地的牙医服务 亦都受到相关卫生行政部门监管 如果出现事故 亦都可以作出投诉 武仙电视记者 浙月明道 香港快运上个月起 更改票务政策 但有不少乘客反映 限制变多造成不变 市委会说 航空公司更改政策 要跟消费者沟通清楚 香港快运的票价级别 上个月起增加至四种 但有乘客反映 买机票的限制造成不变 例如一家几口 不能够选择不同票价级别的机票 即是要带行李 所有同行者都要比贵一点 也都不能够在订票之后 加够放在行李架上的登机行李 一旦到机场才发现有需要 就只能够加记仓行李 20公斤内的 在登机柜台要给600元 如果进了禁区买了手信 才发现前方座位不够位置放 到了闸口才记仓 每件成为800元 至于可以戴上机的7公斤小型行李 也都有尺寸限制 登机柜台增设了量度大小的行李架 有乘客来到才发现摆不入 小委会说航空公司更改政策 要跟消费者解释清楚 如果沟通不清楚 第二就是收得贵的话 去到现场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就会很容易引起那个争议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 当一个行公司去改变它的政策 或者特别收费的政策 行李重量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用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就是去跟消费者沟通 快运就回应说 未有接获很多投诉 超过一半的乘客选择拖行李 所以有时在禁区买东西 可能我们前线的同事 都会帮他们适应新的制度 暂时没有收到很大的投诉 他又说相信乘客正在逐渐适应 无先知记者测诀没不到 国务院总理李强继续澳洲访问 李强搭转机转到帕斯继续行程 官员在场迎接 李强早前在坎培拉 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内赛会面时说 中澳发展对彼此是机遇 而不是挑战 中方反对阵营对抗和新冷战 阿尔巴内赛说 不应该被分歧定义双边关系 国务院总理李强 星期一在澳洲首都肯培拉国会大楼 出席澳洲总理阿尔巴内赛 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 现场名放礼炮 李强随后和阿尔巴内赛 举行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李强说中澳关系的本质 特征是互利共赢 中澳发展对彼此是机遇 而不是挑战 阿尔巴内赛就强调妥善处理 是分歧的重要性 阿尔巴内赛说在会上提出了人权 澳湖战事等议题 涉及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军 在中国被控间谍罪 关押五年之后被判死换 以及加强中澳军方之间的沟通等等 两人在会后见证双方签署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涉及贸易和气候变化等方面 并召开联合记者会 李强说双方重新坚持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坚定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 李强又说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 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他也都希望澳方支持香港特区 早日加入RCEP 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李强说双方同意互相为 到两国旅游商务和探亲的人员 审发五年多次签证 便利双方人员往来 中方也都会将澳洲 纳入单方面免签国范围 阿尔班奈塞就提到印太地区局势 李强和阿尔班奈塞除后出席五言 并发表联合成果声明 提及中方邀请澳洲领导人 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华 澳方对此表示欢迎 无线迪斯记者昨日三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星期二起一连两日访问北韩 是相隔24年再次到访 北韩领袖金正恩 去年9月曾经访问俄罗斯 和普京会面 相隔大约9个月 克里姆林宫公布 应金正恩邀请 普京星期二和三 对北韩进行友好国事访问 星期三和四还会访问越南 今次是普京计2000年后 相隔24年再次访问北韩 外界预期 普京和金正恩期间会面 讨论扩大两国合作 教育局介入黄大仙大城小学庭办风波 决定委任校董入校董会协助管理 教育局说早前接到办学团体恐教学院通知 有意在2025、26学年完结之后停止刑办 曾经多番和办学团体以及校长会面和沟通 但双方在讨论过程出现争拗 未能够就过渡方案达成共识 认为学校管理失效 决定委任校董入校董会协助履行职责 同时会按机制和程序处理学校庭办事宜 法团校董会内六名校董侧联署 要求恐教学院撤回庭办决定 七名男女包括屠龙小队成员 被控串谋爆炸案在高等法院逐审 重返证人枪手苏惟軒说 向他提供枪下的人曾经分享违法抗争的政治理念 第三十五日审讯 控方传召重返证人枪手苏惟軒 他早前承认串谋谋杀管有枪械及弹药等罪 苏惟軒说2019年12月8日知道同案其他人被捕 自己藏有枪等 为了避开追缺 在一个叫做Steven的男人安排之下 遭用大部翠平花园一个单位被封头 同年12月20日苏惟軒被捕 当日他攜同Steven经案中另外一个被告 陈玉隆转交给他的半自动手枪 在翠平花园对出的行人路 两个便衣警员从后接近 数位献向警员方向开了一枪 之后被制伏 警方之后在翠平花园的单位里面 搜出一支经改装可以连续发射子弹的长枪 连八倍瞄准镜 被弹衣和过百发子弹 包括杀伤力较实心弹高的中空弹 苏惟軒公称案发的时候自己18岁 契述2014年14岁的时候 经野外射击活动Facebook群组认识了Steven 两个人都对枪械和军事议题有浓厚兴趣 当年占领中环之后 Steven开始分享政治理念 2016年旺角暴动之后 Steven提出武力抗争想成立一对人 由于苏惟軒对枪械有认识 因此获邀成为助手 苏惟軒又说 曾经跟另外一个被告吴志雄 相讨攻击警方计划之后的逃走路线 包括行动结束之后 离开湾仔迁尼斯道的大厦天台 去到湾仔摩利神山道上车撤退 驶到去西贡清水湾 苏惟軒落车 车手之后烧车毁灭证据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軒报道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诚说 澳门土地稀少是限制经济发展的主因 会积极发展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 他又感谢香港对澳门的支持 说香港永远是澳门的老大哥 由黎卫宜在澳门报道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诚 出席基于湾区采访活动的时候说 有信心全年澳门经济实现双位数增长 明年财政有望绿得盈余 目前政府也没有负债 他强调澳门不会放弃博彩业的优势 同时会做好其他产业规划 透露将会兴建一个容纳5万至8万人的表演场所 希望明年投入使用 被问到如何看澳门土地稀少 限制经济发展的说法 何一诚这样回应 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讲不正确我是骗你的 因为你33平方公里 大家看看我们澳门 澳门是33平方公里 我们现在本土人口是68万 我们还有18万的外地雇员 每天还有大概接近10万的游客 就是100万人挤在33平方公里里面 中央看见我们的困难 把恒情作为我们的发展的机遇 就是这么一回事 恒情是106 什么概念 香港本土本岛也是80几公里 80几平方公里 它比香港本岛还要大恒情 何一诚又提到 大湾区各城市应该清晰各自的定位 避免在同一个产业恶性竞争 才可以更好进行深度合作 他特别感谢香港的支持 香港永远在澳门来讲都是老大哥 他的量比较大 人比较多 他也比是世界国际金融城市 也是我们的一个多年以来 对澳门很多支持 我们很感谢香港特区政府 也感谢李家超特首 他对我们也很多工作上面的指导 所以我们和香港来讲 大家是兄弟般的一个情感 他又强调要靠行动 拆量澳门国际大都会的招牌 擦量这个大名片 不是我们嘴巴上面去擦 也不是用手去擦 是用行动去擦 要靠我们广大的居民共同努力 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 可能给游客有一个很坏的感受 这种问题我们必须要避免 何一诚又说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政策要落实得好 必须要在经营制度 互联网等方面和澳门的国际化体制 增强竞争力 无线电视机者 雷慧宜在澳门报导 内地传媒揭发广州有大量商户买 无牌手袋皮具以及假发票和包装 这些不少人大批入货之后冒充是海外代救的正货出售 近年不少内地民众透过海外代救买名牌手袋之后才发现是假货 而货源更加是来自广州 中央电视台近日到广州火车站附近发现这个场面 这些商户主要集中在南方国际中标城 百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和附近民居里面 店内摆满大量的无牌手袋 不少是近年的热门款式 商户又透露不少代救会来入货 附近亦都由商户出售包装盒、纸袋、香港、日本的假发票等等 全套售价是15元人民币 为假代救提供一条龙服务 更加由商户提供偽造海外物流信息 即使货品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亦都可以编造出境记录 报道曝光之后 广州市成立工作组调查涉事商户 其中17宗立案调查 查获7000几件涉嫌侵犯外马仕 LV、Dior等等注册商标专权的皮具 并且查封所有涉案商户等待进一步查核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瑞典有致富推算全球核弹投诉量 其中美国超过5000枚是全球第二多 中国就有500枚比去年同期多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保持高度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测性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最新报告 推算截至今年1月 全球核弹投有12,121枚 比去年同期略为减少 其中俄罗斯拥有5580枚核弹投 美国就有5044枚 数量合共占全球近九成 至于中国有500枚 比去年同期增加90枚 报告说中国正比其他国家 更加快地扩大核战力 报告分析 过去一年全球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忧虑各国可能会以更加快的速度 部署核弹投 应用情况令人非常担忧 在北京 外交部重申中方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中方发布的新时代中国国防的白皮书 明确阐述了中国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相关的战略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延续性和可预测性 林劍又提到美国投入巨资升级三位一体核力量 延伸威胁等才是真正关乎全球战略稳定的重大问题 无线电视机仔梁永山报道 为了应付过渡旅游和避免旅客连夜登山 日本富士山一边的山梨院 下个月登山季开始 会收通行费和管制登山人数 登山道上的闸门也都已经设置好 每年7月日本富士山迎来登山季 当中山梨一侧的吉田路线 是热门攀登路线之一 不过近年登山客过多 甚至有人不眠不休 年夜宫顶 容易出现高山症和失温情形 也都造成年龄色色的卫生和安全问题 为了改善情况 山梨院当局在吉田路线半山处 设置了一度高1.8米 阔8米的木製闸门 下个月1号至9月初 开山期间正式使用 每日下午4点至到第二日凌晨3点期间关闭 限制登山 其余时间登山客要缴交2000日元 折合大约100港元通行费 才可以通过闸门登山 今年亦都采取预约制 每日登山人数限制4000人 超过上限之后闸门也都会关闭 当局希望登山者受规矩 至于富士山下打卡热点之一 河口湖的行人路栏杆早前加上黑暴 尝试防止过多游客增相拍照 但其后布上不断被人挖洞 山梨院当局期望旅客可以更加分散 了解其他地方的魅力 无线电视机长 杨杰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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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